可是還是有點麻煩啦 那當然如果要偷懶的話 第一個大家會想說 要12個按鈕做12次也頗麻煩的 所以有時候我會切到XML檔裡面 用XML檔裡面怎樣呢 Copy貼上Copy貼上 再切回來就好了 反正翻法 這可以自己再想更快的方法 比如說第一個Button 我們剛剛改這個地方 就是Drobo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這個XML好像很奇怪 它有點故障的感覺 因為你怎麼點感覺好像都點不太 可以把它貼到那個textbook 然後再貼回來 可以嗎 是這樣子 把他點他都不見 對 這個不知道是哪裡的問題 因為也沒有辦法解決 也沒有辦法找Eclipse 他應該也不知道 他可能說 不會以前不會啊 以前是很正常的 就點哪裡就是哪裡 但是現在點哪裡好像就不是 就不準 而且如果你一改 又完蛋了 就亂掉了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有時候就是自己要變通的 比如說可以把它 像剛剛老師講的 把它Copy全選 貼到記事本 改完再貼回來 也是OK的 那方法當然我的習慣 你看哪邊比較快 圖形畫界面比較快 就圖形畫界面做 那如果test file的比較快 那你就用就是test mode的方式來做 那記得就是我的習慣在property 那特別注意 這個property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視窗 你在4.2的版本有看到 可是你在3.7的版本 或以前的版本 是沒有這個畫面的喔 所以說這個操作上面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剛剛發現呢 這個版本感覺又比前幾個版本 還更好用一些些 所以這個這個當然自己再斟酌一下 那使用方法在background的地方 旁邊有個小的按鈕按下去 桌博按下去就可以找到第二個 那利用這套方式的話呢 把裡面的這一個本來是圖 本來是字喔 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圖就好了 那這個clear 把它清掉 利用這樣的方式一個一個來做 那還是要做苦工 這個 ok 那一個一個把它完成好了 那這邊再clear ok 好 多練習幾次好了 不是那個警知道跟青知道就沒有了 那就要自己再 就要自己再畫了 自己在自己要自己 對 對對對 那時候 一二三四 你按照自己做 就對了 感谢观看